台湾是同道一命 我们不希望分彼此 我相信部长也是一样 昨天因为部长打给我的时候 应该是很晚了 我已经睡着了 今天回电的时候 部长没有办法接 那后来他在两点钟的时候 他有回电 王副市长大概那时候 要开几次会前有打电话来 我没有接到 我刚刚有回给他 那没有什么特别的问题 那我还是希望大家 东央地方要一起合作 昨天王副市长的领书po文 难得说了重话 强调任何人有私心或私欲 让人民活在恐惧与混乱之中 必遭天谴 值得是陈部长吗 是不是认为陈部长有私心 后来双方是否还有通话 通话的内容是什么 我想我从这一个月来 其实我跟陈部长 一直都是电话沟通的 非常顺畅 那主要是在于说 这一次我想台北的疫情 其实都是中央跟地方 一起努力才会有 今天这样的成果 那我也相信部长他在扛着全国防疫的责任 他一定不会区分所谓的彼此 但是相关的疫苗政策 在我们这几天碰到很大的问题 就是大家都很辛苦 大家都想把事情做好 那我认为说数量决定开放的对象 可是我们重要的 目前的政策是先决定开放的对象 然后再决定数量 然后地方政府必须要面对民众的质疑 那就算我在想说这样跟部长沟通 我们也都提过 但是好像目前为止 还是会碰到这个问题 所以在台北市也只能打 85岁以上的民众 那我们到现在为止 其实还有下一批 60几万也会再发下来 我们也希望能够早一点 让我们知道说 我们下一波 我们怎么样跟84岁以下的长辈 可以赶快说明 他们什么时候可以达到 那台湾是同岛一命 我们不希望分明词 我相信部长也是一样的 延续提问 黄副市长在脸书上还有提到 看到陈时中部长的未接来电 说接了有用吗 但绿营高层批评 你不接也不回电还说风凉话 这是应该有的态度吗 我想昨天因为部长打给我的时候 应该是很晚了 我已经睡着了 那我早上回电的时候 今天回电的时候 部长没有办法接 那后来他在两点钟的时候 他也有回电 那我跟他报告说 我们碰到的问题 那也希望说部长在这一次的疫苗政策 也谢谢他们多给我 多给了我们7000剂 我们接下来也会尽快把它施打完 所以电话上面 我们都是互相有联络 整体来讲 大概就是在打疫苗 但我们也在呼吁 如果要排队的时候 那好的一个社交距离 跟口罩 这都一定要戴好来 这是大家应该是要自主的 不要这样一窝蜂的去拥挤 保持一个距离 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那至于在台北市 其实也不止台北市 那我有时候有看到一些 相关的一些争执或问题的时候 我也都会跟 直接的相关有联系的人来联系 那请教说 有什么样的问题 那需要大家一起来解决的 那 像台北市 一开始我们大概台北市 那时候最紧急的时候 因为加强版的防疫旅馆 跟医疗量能的问题 那当然我们积极来解决 透过EOC 然后跟我们的 区域的防疫指挥官 大家一起来做这病房 病床的调配 那市政府这边也当然是 非常的辛苦 因为想有一些病床 要清空降载 这些都集中在一个短时间里面 在做很辛苦 那时候防疫旅馆不足 所以那时候我记得在 一开始的时候 我有跟台北市讲 或新北市也有 就是大家这样在忙不过来的时候 那中央集检所 可以来大家尽量的往这边送 那这样疏解大家这样的压力 那对台北市 我们也提供了大概600多间吧 大概600多 600多间 那台北市那时候要设防疫 加强榜的防疫旅馆 那工作人员不足 那我们也立即协调国防部 也派了国防部相关的人员来进驻 那我们也去帮这些人员 做一些教育训练 还有一些沟通协调的工作 等等我想在防疫的时候 大家中央地方应该不分彼此 那资源共享能够达到防疫的最大的效率 这才是我们真正的一个目标 那至于王副市长 大概那时候要开几次会前 有打电话来 我没有接到 我刚刚有回给他 那没有什么特别的问题 那我还是希望大家 中央地方要一起合作 我还有显倒 请不吝点赞订阅